事发后一个多月的时间 耀家没有主动的联系过受害方 这让张家和王辉非常的不满 我们农村说上门不打笑脸人 你事发了道个歉总是应该的吧 看到耀家一直没有消息 张评选说自己曾几次主动去找过警方 提出想和对方的父母见个面 双方坐下来谈谈 但警方称案件还在调查 最后一次则告诉张评选说 对方暂时拒绝见面走程序 直到2010年11月8日 王辉突然来找岳父张评选征求意见 说耀家通过警方转交了一万五千元的丧葬费 要死者入土为安 张评选没有同意 当时警方先将一万元给了王辉 说另外的五千元要求买了人再给 而据王辉告诉记者说 一万五千元这个数字 是他拿到死亡证明和殡葬通知书后 警方通知他埋人 王辉说拿不出钱来 大概想了想就说了个一万五 由于王七的尸体一直没有下葬 另外的五千元 直到被媒体曝光 警方得知王辉生病住院缺钱时 才给了王辉 2010年12月 一直对耀家态度疑惑不解的张评选 从代理律师许涛手里 拿到了耀家新父母的电话 所以主动给耀家打了一个电话 张评选回忆说 当时耀青卫接了电话 一听到自己表明身份是死者的父亲 就把电话挂了 他再打电话就占线 打不通了 至此张评选说 他对耀家彻底失望了 就再也没有联系过 对此 耀家新的辩护律师陆刚的解释是 事发后 一是耀青卫也完全陷入了 不知所措 濒临崩溃的境地 二是 担心自己去受害人的家里的安全问题 三是觉得一时凑不够钱 光道歉也没有用 作为律师 陆刚知道 能否取得受害人家属的谅解 对于耀家新的量刑至关重要的 他称自己也建议过多次 但耀青卫夫妇坚持自己的想法 决定暂时先不联系受害方 对于此事 耀青卫的解释是 他想不起来 曾接到过张评选的电话 只记得那段时间打电话的媒体太多了 一听到陌生电话就不敢接了 耀家另一名辩护律师杨建华称 案发后考虑到安全问题 他曾陪耀青卫夫妇找过警方两次 希望在警方的陪同下去张家道个歉 但由于警方没有答应 最终未能成行 另一方面 律师杨建华称 耀家也确实拿不出太多的钱 就连给王辉的一万五千元的丧葬费 耀家也是分为两次才凑齐的 案件卷宗里 警方收到这两笔钱的那张收条也显示 分别是11月4日的一万两千元 和11月8日的三千元 耀家的房子有一百多平 是单位分房 产权由单位和耀家共同拥有 从屋中摆设来看 确实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媒体介入后 耀青卫也曾向媒体解释称 事发当天 我们就想登门道歉的 但道歉是需要钱的呀 这个案件的民事赔偿部分 已远远超出了我们夫妻承担的范围了 再者我们得给自己留一些尊严呀 要是被媒体曝光了 那我们以后出门 找工作都成了问题了 端瑞华说 除了这么丢人的事 我们担心单位的同事知道 也担心媒体找到我们 因此我们夫妻俩呀 在亲戚家住了一段时间 后来干脆在外面租了一处房子 但也有知情人曾经告诉记者说 事发后 耀青卫夫妇就把房间的窗户全部蒙上 给外界营造一个无人在家的假象 每天深居检出 而案发一周后 耀家新制造的第二次车祸 伤者石学鹏的父亲石生祥 打电话给耀青卫 要求续缴住院费时 耀青卫在电话中称 自己已是走投无路死门不出 除了闭门不出 对于任何来自外界的询问 耀青卫夫妇均是闭口不谈 最终 耀青卫夫妇的闭而不谈 激怒了原本就满腹疑虑的张家 在张家人看来 耀家是基于对自身背景的自信 把钱花在了打点上了 不屑于对被害人进行道歉赔偿 如果没有能量 怎么会对我们置之不理啊 王辉说 他们压根就瞧不起我们能免 11月18日 警方正式下发破案告知书 明确说明该案系故意杀人 耀家新已被移送检方起诉了 王辉心中对耀家的愤怒与猜忌 导致他始终拒绝安葬妻子 2010年12月1日 华商报以耀家新父母托警方送一万元安葬费为题 报道了耀家新父母曾给张家送过丧葬费的事实 却引来了骂声一片 有网友发帖愤怒指问 华商报凭什么为耀家开拓 还有没有新闻职业道德了 并简单的认为 类似报道都是耀家花大价钱买通媒体 平息众怒 大事化小的公关软文 这又蒙上了一层误会 是耀家跟外界的 更是耀家和受害方的 耀家新在看守所里说 从小到大 我的生活几乎除了学习以外 就是练琴 小的时候每周练琴 为了练琴 妈妈会打我 或者拿皮带抽我 我觉得看不到希望 天天压力特别大 我经常想自杀 2011年2月17日元宵节 有媒体借着报道 看守所举办元宵节的活动之际 采访了耀家新本人 面对话筒 耀家新坦言自己并非是富二代 从小的物质生活并不富裕 但这句话被民众们 选择性的忽略了 相反 大家看到了在看守所里 犯人们庆祝元宵节表演节目 耀家新还唱了一首歌 结果 看到此画面的民众再次愤怒了 继而加深了对耀家有背景的质疑 一个死刑犯 怎么可能那么淡定的唱歌啊 肯定是家里打了招呼了 受了优待了 此时 一个在此案中穿针银线的人出现了 那就是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材料系副教授张显 张显的介入 同样是事出偶然 2010年12月3日 陕西省教委 陕西省教育厅下发 关于以耀家新事件为反面教材 在全省大学生中 集中开展法律法规学习 和思想道德教育的紧急通知 通报了耀家新案 要求各高校 从12月6日起 用一个月的时间 以耀家新事件为反面教材 在全省大学生中 集中开展法律法规学习和思想道德专项教育活动 接到教委通知 张显还专门做了PPT课架 在12月7日和12月8日 两次向学生宣讲此案 并将主题分别命名为 自由与平等 和做个有责任心的大学生 张显在课堂上说 要有担当 倘若碰到了法律这个红线 都要接受相应的法律责任 人是平等的 无论我爸是谁 无论家里多么的殷实有钱 在法律和正义的面前 都是苍白无力的 不过 课件结尾 张显出于人道主义的不爱情怀 明确提出 我们应该拭目以待 密切关注姚家县案件的进展 希望不判死刑 也希望中国就此取缔死刑 但此后 张显竟然发现 被害人张妙的户籍 写的是长安区公子村 他心中一惊 这不是我的老家吗 于是 2011年2月9日 回家过年的张显 听亲戚朋友们说起 被姚家亲杀害的 正是同村村民王辉的媳妇 张显和王辉是远方的亲戚 两人的关系拐了几道弯 张显的表妹夫的奶奶 是王辉爷爷的妹妹 也就是 张显的表妹夫 是王辉的表哥 即便关系绕了几个弯 出于正义感 张显还是决定 帮助王辉一把 王辉没见过世面 老实芭娇的 对于诉讼更是一窍不通 张显怕他吃亏 当时 恰巧王辉接到了代理律师 许涛的电话 赶往村口 准备在许涛拟写的 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诉讼状上 按个手印 交由许涛代其向法院提交 张显一听 代理律师竟然主动上门 联系王辉提供法律援助的 十分的气愤 怕不是药家派来的吧 他追了过去 阻止了王辉 要求律师许涛 把诉状发到自己的邮箱 由自己来审阅 民事赔偿 也就是说要家 要给王辉一笔钱了 对于此事 张显向记者说 刑事负贷民事责任 咱们都是个普通人 对法律不懂 我说这么大的一个刑事案件 就应该是死刑 我们不能要这个钱 要钱的话呀 我们承担不起这个责任 这期间张显看到 西安一家电视台的主持人 在节目中发表观点说 要家心的父母应该站出来 向受害方道歉 并积极地给予民事赔偿 此时大家看来 这位主持人肯定是在帮王辉和张家发声的 绝对是一片好意 获得民事赔偿 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了 可张显不这么认为 甚至王辉和张家人 也不这么认为 只是前者的情绪更加的激烈一些 张显打电话到该电视台 痛斥对方 你们又一次地侮辱了受害方 侮辱农民 他认为 这是主持人阅祖带袍 代替王辉发声了 再告诉全社会和要家心的父母 人被杀了 你们应该过来跟我们见面 不然我们咋能要到钱呢 人世间罪恶繁多 问苍天饶过哪个 感谢大家对老崔的支持 本集到此结束 再见 最近 可嘉得 都被調整 控制 找 用 来 就 劝